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回家 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午餐必须自理 而且不在家就算了 在家还得去应付推销员 问路的 收费的各路人马根本不能好好休息 所以三个人讨论之后 决定让龙保在医院待满一个星期 今天还真稀奇 刚好是13号星期五 又是苹果汁啊 现在还哪有人相信什么13号星期五的迷信 苹果汁有益病体也根本是迷信的一种 是 没错了 不过在拉保险的时候 这个迷信可好用得很 我只要跟对方说车祸是不能预知的 据说特别是在黑色星期五 发生频率特别高 我在过来的路上 就看到两辆小客车正面冲撞 一家三口 就这样 保单一下子就搞定了 几代努力地挤出爽朗的笑容 对于龙保的中毒 他认为是自己太忙 没为龙保带便当所致 因此或多或少有点自责 不过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 至今还找不出下毒的方式 龙保总是若无其事地说 吃到内藤的便当只是偶然 虽然说怪内藤也没什么用 而且我也没有立场去责备他 可是内藤也不应该 唉 说起来你是当了他的替死鬼 至少他也该有所表示吧 内藤也是受害者呀 你才是受害者 龙保这个年纪就是这样 对他来说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年纪的孩子 友情比生命还重要呢 美沙子试着去缓和几代的不满 几代则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虽然有种种不悦 不过出院这一天 几代的心情还是颇为开朗 他把苹果汁放在桌上 下午我会跟美沙子来收拾东西 我们叫车子五点来接你 你什么都不用带就先回家 我们一起好好地吃顿晚饭 我再去跑几家 难得有个黑色星期五 不好好利用岂不可惜 哎 对了 龙保 你的秋季旅游是从25号开始对吧 对啊 25号起去四天三夜 我们要去环四国岛一周 怎么样 你去得了吗 当然 医生也说没问题了 哼 那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惦着这件事 就担心你会失望 说真的 比起考试 我比较担心我去不了秋季旅游 这孩子真是的 不过没事就好 看这个样子我也去好了 你也要去 去哪里 是分公司要在北路的温泉 举办秋季运动会 跟你的秋季旅游同一天出发 搭夜车去 27号中午才会回来 不过我已经跟人家说我不去了 去吗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了 说的也是 那我就去好了 几代踩走 美沙子就像换班似的探头进来 你翘班没关系吗 还好了 是因为他说想来看你 他是谁 哦 是归景啊 嗯 可以吗 什么可以不可以 他不是已经来了吗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这么说 人家是好心来看你啊 那我可不领情 门迟疑的开了 一个戴着无矿眼镜的青年探头进来 龙宝望着墙壁置之不理 龙宝并不是嫉妒归景端正的五官 也不是因为他是姐姐美沙子的恋爱对象 而有所排斥 龙宝也无意责备归景 已经有一个结婚三年的妻子 跟两岁大的孩子 美沙子明知他有妻事 还自愿跟他谈情说爱 龙宝又有什么话好说 尽管如此 龙宝就是讨厌他 美沙子也曾经问过原因 但龙宝就是说不上来这种反感 从何而来 出院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不用了 都弄好了 这些东西车子还宰得下 要不我帮你们宰回家 龙景不知是没察觉 或是故意漠视 他若无其事地 用对待小孩子的态度来应付龙宝 让龙宝的不快 急速爆发为激进憎恶的愤怒 门突然打开 内藤走了进来 应该是放学回家途中顺便过来吧 他把书包丢在床上 龙宝 你什么时候来上学啊 内藤没有问候美沙子 也没有跟龟景打招呼 美沙子虽然明显地露出不悦的神情 不过内藤却不以为意 他认为他来看的是龙宝 既非美沙子也不是龟景 他们要不要待在病房也跟自己没有关系 下个礼拜就会去了 那考试怎么办呢 当然要考了 不考试却去参加秋季旅游 总是不太好意思吧 而且就算考不好 我想老师或多或少也会给一点同情分数吧 哦 原来你是想拿同情分数呀 那我可真是不利 搞不好给你的同情分数都从我这边扣的 那也是应该的呀 谁叫我是吃了你的便当才中毒的 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那笑声是美沙子难以理解 一旁的龟景则只有苦笑的份 学校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那之后一言难尽 内藤毫不避讳地盯着龟景跟美沙子而住口 那态度好像要赶走多余的人 不过龟景却是若无其事的 他的态度就像在说 我先来的 如果我在这不方便 那你再找时间过来好了 看着两人对立的样子 龙宝微微牵动嘴角笑了笑 虽然是很细微的情绪反应 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看在第三者眼里还是挺有趣的 不要紧 你就说吧 反正跟他们无关 听见了也不会怎么样 警察到学校来问东问西的 校长跟腾田简直快被打败了 大家都当作是看好戏一样 把消息传来传去 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些警察做事情真是没有效率 好像掌握不到任何的头绪 现在只知道 农药是在上化学课的时候 下在便当里的 可是对于是谁下的毒 就完全查不出来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说的也是啊 连我们学生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知道呢 你们好像在庆幸抓不到凶手 抓到了又能怎样啊 就是嘛 抓到人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吗 更何况医药费又是保险给付的 看来我们在这里是多余的 那我们就出去吧 他就是你姐夫呀 他也配 不过是个色狼罢了 对了 听说条子好像在查这件事 跟没血的关系 白费功夫 他们查不到啊 只不过柴本那老头挺麻烦的 他怀疑我 不但如此 我还碰上一个假条子 别让我看到那个假条子 否则我一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算了算了 反正他是假的 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只要跟他周旋一下就好了 要是他真的太难缠 就干脆把它交给那个 叫野村的真条子不就得了吗 倒也没必要帮条子的忙 所以不要管就对了 反正碰到那个假条子的时候 我装作一副 唯唯诺诺的样子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狐狸尾巴 早就露出来了 还在那里胡夹虎微 我胡乱回答几句 他就一副深思的样子 跟闹剧一样 真是笑死人了 他在查什么呢 他想要知道 是谁把美雪的肚子弄大的 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搞不好他是要勒索 他看起来倒是蛮像那种人的 哦 如果是这样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护士探头进来 告诉龙堡车已经到了 跟我一起回家吧 反正你回家也没什么事 我们去博览会场的跑道飙车 至少心情会好一点 电话铃响 是社长桌上的砖线 是我 剑刺狼放下手中正要看的文件 接起电话 这只号码只有特定的人才知道 所以只有熟人 或是有特别关系的人才会打来 跟客户或者是金融机构 地方政界人士的机密对话 也都是用这只转线进行 建筑业界台面下的动作颇多 可经不起透过总机 传接泄露了谈话内容 什么 哦 是你啊 这怎么行 像你这种人出入我的公司 会影响我的信誉的 到我家 开什么玩笑 凭什么我要让你踏进我家的大门 嗯 好 六点是吧 我会过去的 挂掉电话 剑刺狼打开抽屉 照片上美雪正对着他微笑 那是晋风能高中当天拍的照片 水手服的衣巾洁洁白无瑕 剑刺狼闭目明思一会儿后 关上抽屉 六点整 剑刺狼走出办公室 柴本公务店 距离车站不远 因此 剑刺狼没有请司机开车 而静自走到车站 上了一辆流动继承车后 剑刺狼要司机开到庄内厅 庄内厅是风中市南边发展起来的新闹区 欠缺规划的商店 小住宅 加上称为文化住宅的两层楼建筑 充斥在这个地区 形成一个密集都市的前身 剑刺狼在庄内车站前下了车 这个地区路辖人多 连计程车司机都敬而远之 假如一不小心开进了死巷 恐怕就要恰在当场 退不得 转过几个小巷 有一个角落聚集了几家不太干净的料理店 剑刺狼拉开其中一家店门 顿时一阵令人窒息的空气扑鼻而来 坐在门边的两个工人打扮的客人 看着服装跟店家不太搭调的剑刺狼 不由自主地缩起了身子 哎哟 柴本社长 没想到您居然大驾光临小店 他来了吗 店家点点头 剑刺狼已经踏上陡极的楼梯 楼上三个塌塌米大的空间里 坐着缩头缩脑的方野 碍桌上酒瓶跟冷掉的章鱼动也没动 似乎是方野表示敬意的方式 说吧 有没有调查过那些反对派的人 大致查过了 怎么样 这个嘛 这叫我怎么说呢 您的评价好像不太好 大家根本不把您当人看了 这些人就是这样 得了便宜还卖乖 全是穷人家的酸葡萄行李 见不得人家好 没错 然后怎么样 我查了一下 这些人虽然坏 却都是做不出大事的人 不是收入微薄的薪水阶级 就是小生意人 这种人只会在背后放马后跑 叫他去做个什么 相信他还没那个打 像我也只不过是问问话而已 就已经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了 你可不要弄巧成拙呀 这些人聚集起来也不是好惹的 我知道 要是他们敢乱来就交给我吧 本来就是这样嘛 这些人就算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也不敢把大小姐怎么样的 反对运动委员长 那个姓男的怎么样了 他可是五十五岁的老头 哪有力气再去做那种事情 他不是有个儿子吗 还不是个软脚的上班族 根本就不用提到您 他刚才看到我就已经吓得脸色发白了 我猜是吃了您不少苦的 大概吧 我们钢筋是从他们公司进的 我经常跟社长大声抱怨过那个姓男的小子 结果他当天就被狠狠修理了一顿 第二天我就没在谈判场合见过他了 您真是搞招 拿人家薪水就是这样 在外面摆派头 对上司却像只哈巴狗 要是他真有点骨气 还会这样任人使魂吗 您这话中带刺儿呢 你当然不一样 你明的是承包藏仪社的工作 暗地里倒做了不少坏勾当 你不说我也查得一清二楚 藏仪社是帮人升天成佛的行业 结果你居然千方百计的接人窗疤 还拿这个当把柄去恐吓勒索 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伤阴德 根本就是看到死肉的苍蝇嘛 别静说我 您还不是为了赚钱 不惜剥夺人家享受日光的权利 这生意一样是不怎么干净的呀 说起来就像是山里的野狗生吞活泼猎物一样 哎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引用那些反对派的用词 我做的是正当的生意 怎么可以跟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混为一谈呢 你可不要不知分寸 生意上我多多少少跟警察有点交情 不说这些 那些小鬼怎么样了 遵照您的指示 我去查了他们八月一号到四号的行踪 为了这件差事 我跑的腿都快断了 到附近邻居问话时 还被当成可疑人物呢 你又扮演你拿手的假警察了吧 灵机应变嘛 基本上我确定的事情有 内藤八月一号当天 整天待在家里 二号早上十点 跟柳生一起骑摩托车到海滨浴场 离家的时候还大声说是要到虚摩 回家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 因为摩托车的声音太过嘈杂 邻居老先生过来抱怨 所以时间上记得很清楚 不会有错的 三后起就到奈良去参加体操社的宿营活动 所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夜山 七月二十五号起就到群马的外婆家了 八月五号才回来 高智呢 一号参加民谣大会 二号当天都闲在家里 三号开始跟内藤一起 到奈良参加体操社的宿营 那柳生呢 这个 这个比较棘手 因为中毒事件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他家或是学校 医院都有警察守着 不容易接近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一号他好像乖乖地待在家里 二号载着内藤到虚魔海边去了 三号跟四号则是有时候到学校露个脸 有时候又待在家里 也有人在他附近的小钢珠店看到他 所以看起来不像出过圆门的样子 嗯 到虚魔这一点 很可疑 毕竟摩托车一加速 虚魔或琵琶湖根本差不了多少 您是说他们俩 应该是其中之一 也有可能是 混蛋 梅雪是干净的 她就像小婴儿一样纯洁 你以为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 她还能若无其事地跟同学玩两天吗 你找一天跑一趟琵琶湖吧 去问问民宿的老板 查查看二号当天有没有人去民宿找过梅雪 还有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内藤或柳生之类的男孩子 您叫我去 我当然没有不去的道理 不过这么久以前的事能问到些什么 就当你是投诉的客人 仔细去看 对了 柳生已经开始上学了吗 嗯 这个星期就到学校去了 现在他们正在考试 所有的人都乖巧得很 不过听说下星期要去秋季旅游 秋季旅游啊 好想让她也一起去 什么 好了 我要走了 龙宝和内藤与梅雪的死有什么关系吗 方野又能查出什么呢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青年失踪第二集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青年失踪第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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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